因應替路地下華港町4港 台南市東門路橋和橋下的機車 就對今天開始奉比4港 對此有台南市府市中夜著山 率對全都實在奉行之后 附近替代道路的交通總控 當中也支持交通橋和警察局 若是上下班的時間開車 就要馬上卡通各行的交通所得 將會加強干控交通 干給民眾的不方便 台南市東區東門路橋 包括機車地下華港 配合到鐵路地下華的時間 對27號去到12年8月18號來訪比 六郎到當西鄉地下機車都沒有辦法通行 台南市府市中夜著山 最后率對全翁市差 風格了後人間就位 退台道路的交通總控 當中只是交通局 警察局在上下班 交通漸風的時候出現台車的狀況 馬上卡通各行交通所得的支柱 一定要將交通積極的不方便 感覺上下班 配合鐵路地下化 有一些連續幣的施作 必須要經過這些 東門路橋的這些所謂的 資助的部分需要做連續幣 所以必須要先把它切割開來 所以未來會再把它主張回去 所以需要花費大概將近8個月的時間 那當然這樣子的一個工程師做過程當中 需要來改良 時間期會比較比較久 在時間的期間 會造成民眾的不方便 提出民眾在方便之後 改得顯示 下面有地下道 所以我們要做這些連續幣 之前還要把這些地下道 障礙物都要排除掉 排除掉以後 然後因為這邊地質比較不好 我們還要做一些地盤改良的工作 變成會花很多時間要做這些 因為除了我們工作要做 也要維持鐵路的一個營運的安全 所以比較花時間是這樣 台南市政府交通局 經過最后觀察方便 照片 車流量 尚以進行 交通局會持續加強路空的感控 民眾 想要了解到 即時交通的路空 可以到達到利用電池 阻塵看板 經過台南即時交通阻塵網擦塵 並拿車用路人尊手指示牌 抵應 行訴 也許體情改德 檢查統帝交通的台車 記者擔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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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